今天我们说说番茄的土爪 什么叫做土爪呢 就是根系吸收的肥料 液片产生的光化中的营养 都干啥的呢 长蜘蛛啊 穿头啊 不是去开花结果 是吧 那你怎么判断 这个蜘蛛已经开始旺爪或者土爪呢 你就看这个生长点 新收看没 这个新收特别细 这个新收细 我们认为呢 就是土爪或者旺爪 这个新收这些啊 有多粗呢 应该是这么粗 看没 跟我手指头一样粗 新收粗 就没有旺爪 没有土爪 新收细 就旺爪土爪 那我们为了防止番茄的旺爪和土爪 我们怎么办呢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不要掉走了 这个呢 是典型的掉走了 我们主张呢 一般是两岁花 三岁花 啊之后 你再掉 老大趴着掌 趴着掌之后呢 这地方呢 因为树这掌 容易心理顶端有事嘛 趴着掌 没顶端有事 这便便粗 然后呢 接上两岁花 是吧 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话 追住了 已经是结果结作了 追住了 不土爪了 你再掉啊 这第一个呢 为什么土爪呢 掉走了 这第一个 如果掉走了呢 已经开始土爪怎么办呢 我没打药啊 我没打药 打空旺药 那空旺药呢 大番茄跟小番茄不一样 小番茄呢 我们番茄越小越好 是不是 越小越甜 越小加上越贵 大番茄呢 我没空旺呢 跟小番茄不一样 小番茄的空旺呢 用西小座 西座唇 带坐着刷锦剂 都可以啊 大番茄呢 如果用这个方法来空旺的话 会怎么样 叶片变小 叶片变小的同时呢 果实也会变小 果实变小就减产 是吧 同时呢 用三座里沙菌剂 或专门的生长抑制剂空旺呢 长得慢了 我们一岁花呢 七天一岁花 也说七天结碎果 你用这抑制剂 你空旺之后呢 你十天十二天再结碎果 减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空旺用什么呢 我没两个方法 一个呢 是用肥料的加倍使用 肥料多了 它就促进生殖身上 促进开花吧 第二个呢 生长素的加倍使用 像咱们的一般的生长素都可以 或者说这两个 你放在一块 合成一块 它马上就能制住 所以说呢 我们大凡你的空旺 不要用三座里沙菌剂 不要用生长延缓剂 用肥料控 用生长素加倍使用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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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